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欢迎收看全日总结 我是Vicky Wengman 现在先和大家看看内地和本安股市的收市情况 内地股市收市普遍向上 上证组合指数升23点报3250点 深证成分指数升40点报11278点 互深300升19点报3958点 创业板指数跌8点报2293点 行指方面 今天收报19518点升314点 国企指数升133点报6615点 科技指数升167点报3979点 大施成交有1649亿 接着和大家看看焦点股份表现 今天看到科网股普遍是升 特别是8度的升势很凌厉 收市升1成3 最高更加上对146元 收补142.2 8度指出昨天宣布开启文心一言的邀请测试后 一个小时排队申请文心一言的企业版 应用程式界面调用服务测试的企业用户 已经达到3万多间 8度智能云的官网流量也飙升8倍 首日申请的企业数量已突破7万元 是否有7万个 看到不同大行对于文心一言都有不同的看法 例如花旗 她觉得8度在文心一言昨天的发布会 之后的股价急跌超过6% 其实是一个过度的反应 认为文心一言的生成能力 仍然不完美 但具有回答大多数复杂问题的能力 而麦格利说 8度通过播放预先录制好的演示和有限的发布规模 是降低了自身 该项就演示了文心一言 认为它的速度、准确性和跨模式能力 其实都是超出预期 第五回证估计 文心一言推出初期 因应8度开放应用程式界面 将会吸引大量的使用者加入 有望推动云业务收入去上升 亦有了8度用户的基础 在短时间内增长 普遍大行对于文心一言的看法 普遍是正面带动到8度 今天反弹1乘3度 接下来和大家看看业绩股 今天看到李宁出完业绩之后 股价也跌得多 今天收市跌超过9% 最低跌至56.75% 李宁在港交所的公告说 公司全年正利润未升至40.6亿元人民币 全年营收上升至258.03亿元人民币 马大亦有分析指出 李宁的毛利率由超过五成跌至现在的水平 对于盈利压力都很大 而未来要靠更多折扣去清负存 加上原材料及人工等成本上升 相信都会拖累未来一至两季的毛利率 而高盛认为投资者或忧虑集团的渠道组合 令毛利率走弱和更大的零售折扣 以及较高的负存水平 但正面因素亦包括功能性产品销售带同增长 表明了管理层在加强业绩地位方面有所努力 以及业绩不受成本削减支持 广告促销在下半年仍然过年增长2.6% 所以故意对于理宁的业绩相对上不看得太淡 但理宁今天股价至于下跌至57.7% 最後跟大家看看长和 长和出了业绩 两个今次的反应也是各不一的 长和升超过1.8% 長江基建反而要跌0.8% 回看長禍 去年股東英店純利366.8億 按年升9% 每股盈利9.57% 派末期息2.08% 全年派息2.92% 按年升了1成 高成說儘管面對雲工經濟 一些不同的挑戰 長王仍然交出了一個 具印性的2022年度業績 撇除所有一次性項目帶來的損益 長禍核心盈利按年下跌 大約6%至270億元 大致符合該行和市場預期 當中受到不利的外幣匯率變動 高成指出 長禍個別業務面對的成本上漲 將會在今年集團盈利的最大風險 但他認為 以長禍強勁的經營能力和拼購往績 相信他是有能力對付的 所以繼續看他的目標價 看到70元 維持買入的評判 70元對於現價48.8元 也有很大的水位 最後跟大家看看10隻成家金物 最活躍的股份表現 看到今日的京東要跌0.2% 154.6元 商湯升一乘2.73元 恆新中國企業 升2.4.67元 李玲跌9.57.7元 友邦升3.78.95元 盈富基金升1.5.19.74元 百度升1乘3.142.2元 美團升3.2乘130.4元 李玲跌8升1.2乘81.5元 騰訊升1.339.4元 今集就和大家談到這麼多 我們下星期再見 我們下星期再見 再見